大家好,欢迎收看12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随着天气逐渐的转量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也迈入了第二波的高峰 各国专家都在寻找对抗新冠病毒的方法 花莲慈激医院则是利用了中药材 研发出中医药副方禁湿本草饮 经过了实验证时 可以有效地阻断新冠病毒和细胞的结合 并且具有保健的效果 还优于大陆和澳洲的复方 为了对抗新冠病毒 各国专家都在寻找解方 而台湾中医也不缺席 花莲慈激医院在二号上午 发表了一款禁湿本草饮 是慈激医院中医部与心血管疾病研究中心 以八种中药材制成的复方 经过实验证时 可以阻断新冠病毒与细胞的结合 还可降低细胞穿透力阻断病毒穿透细胞 目前这个中药药方呢 我们发现呢 它会抑制这个病毒呢 能够去感染到我们的细胞 它接不上去 对 会跟它抢 接不上去 再来呢 即使它接上去的 它会防止它进入我们的细胞 它会保护 那当然我们目前还在继续往下研发 也发现它稍微抗癌的效果 那这我们将来才会再来宣布 目前是我们着重在防治 但是我们预期治疗效果也会出来 因为我们目前看到有抑癌效果 所以可能未来是一吃两顾 新冠疫情进入第二波高峰 花莲慈激医院中西医多管齐下 利用中药材研发出中医药 副方禁师本草影 不仅可以对抗新冠病毒 具有保健效果 还优于大陆及澳洲的副方茶饮 而医疗团队 目前也正在为本草影申请专利 努力突破预防与治疗的瓶颈 希望能尽快量产 帮助到更多需要的人 记者 徐丽晴 花莲市报导